大家好,茶花是南方花卉,如果是北方养茶花的话呢,我们除了要做好水飞管理光照通风之外呢,还有三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三个问题没有解决,在北方是养不好茶花的 那么是哪三个问题呢?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盆土酸碱度 茶花呢是一个典型的洗酸花卉,而北方不管是土质还是水质都是偏碱的 所以呢,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补酸还有改善盆土酸碱度 可以呢用一些松树皮啊松蒸土来栽种,增加盆土的酸性 而且平时呢还要注意补酸 补酸呢我们可以用硫酸亚铁或者是呢给它施肥的时候 直接用这种洗酸植物性有进氧液,既补酸又补了肥 第二个呢就是湿度,茶花是一个喜欢高湿度的生长环境 但是北方呢一般天气都非常的干燥,湿度非常低 所以呢我们要营造一个相对湿度比较高的生长环境 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呢就是经常用喷壶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 第三呢就是保暖了,茶花呢是南方花卉它是非常怕冷的 在北方地区秋冬春这三季呢都有温度低的时候 特别是温度非常低的冬季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以免茶花被冻伤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北方地区我们改善这三个问题再做好水肥管理 那么茶花自然就能够养的旺,开花呢也多了 好了,本期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